我们对于判决结果也不满意 在美国对于无良的企业 是有惩罚性的赔偿 这一次的判决 虽然证明了RCA 无害偷人的逝审 但是我更希望 台湾的法院与政府 应该更强硬的 对RCA、GE还有Thomerson公司 拿出态度加以惩罚 RCA案件 从民国93年打到现在 已经超过10年 RCA的员工 以及家属 超过500人 替这个输送 有些人已经 故事由他的家属提出 有些人现在在离病 在治疗当中或其他的疾病 有些人虽然没有生病 但是在恐惧当中 今天 法院这个宣判 不然我们有一些部分 有点遗憾 但我们的男人要说我们赢了 这个判决告诉我们 RCA公司跟Thomerson公司 他们没有尽责 他们的有机容机 毒害了我们这些老公 也毒害了我们的大地 跟我们的水 多加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就拨奖先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账号或电子邮件 苹果用来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 我捐款